你相信吗? 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巨大的鱼 大家好,我是魔女佳儿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中国动画电影《大鱼海棠》 混沌初开,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片汪洋和一群古老的大鱼 这些大鱼就是人类的灵魂 女主称来自人类世界之外 他们那里的世界连接着人类世界的大海深处 他们的世界掌管着人类的灵魂 也掌管着世界万物的运行规律 在那里,有的人可以控制云 有的人则可以控制水 他们既不是人,也不是神 他们是其他人 春和秋是一对感情很好的青梅祖马 今天是春和其他孩子们的成年礼 根据习俗,所有步入成年的孩子 必须得到人间巡游七天 观察先辈所掌管的自然规律 临行前,老组长告诉他们 绝不能与人类有任何接触 并且第七天结束以前必须回来 否则就永远回不来了 秋的奶奶利用神龙面具打开了海天之门 他们一家拥有控制海水的能力 春化身为红色海豚,与其他孩子们来到人间 人间太美,但不同于其他沉醉与景色的孩子 春被远处向他们打招呼的男主深深吸引 这几天,春独自在人间游历 见识了人间世界的种种 第七天,他重回大海 再次遇见与海豚嬉戏的男主 当晚,准备游向海天之门回到原来世界的春 遇到了被大王捕捉的海豚 春救不了他们,水流很急 海里出现了漩涡 惊慌失措的春意外被网困住 男主在远处看见受困的春 拿着刀就跳下大海准备要救他 不断挣扎的春增加了男主割断绳索的难度 导致男主误伤了他 过程中,春意外将男主推向了漩涡处 男主因此逆避海底 造成了男主的死 春很难过 他只能捡起男主的信物 一块桃薰回到妹妹那边 眼看为时不多 春将信物带回了自己的地方 第二天清晨 春问爷爷 人死后会去哪里 爷爷告诉春 人死后 灵魂会游到北边的儒生楼 跨成小鱼游林坡看管 难过的春走到桥边 听见了一把神秘声音 了解了春遭遇的事情 他打银金玩子时 把春送到儒生楼 深夜 春悄悄的跑到岸边 秋因为担心春的安危 也跟了上去 看见了沉船离开的村 春相信感应 从登上船的那一刻 他知道他的命运改变了 来到儒生楼 面对想要复活男主的春 林坡告诉他 天行有道 逆天而行 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他告诉春 鱼一见一个人 犯了一个错 你想弥补 想还清 到最后才发现 你根本无力回天 犯下的罪过 永远无法弥补 春表示 只要能复活男主 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 林坡提出 要了春的一半寿命 春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于是春在众多小鱼中 认出了 仅仅见过三次面的小鱼男主 和林坡达成了协议 从此春与男主性命相连 他必须陪着男主 度过重重磨难 直到男主长成大鱼 回到人类世界 才能死而复生 担心着春的秋 抱住海棠 睡了一夜 隔天就赶到了春的家 剧情到这里 顺带一提 春的一家 拥有控制海棠生长的能力 看见正在替男主小鱼 起名字的春 秋告诉春 自己知道一个好名字 古书记载 有一种鱼叫坤 非常巨大 并且还会飞 翅膀就像云一样大 于是春给男主小鱼 命名为坤 从那天起 天空开始反复无常的 下着暴雨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坤的成长 慢慢的 坤长大了一些 春发现 变成小鱼的坤 还有着对他的记忆 他高兴的 带着坤在鱼里共舞 直到有一天 春的母亲发现了坤 生气的将其扔掉 春很着急 秋菜侧 坤被当成垃圾 扔到了这里 最脏最臭的地方 地敌最深的下水道 秋带着春来到这里 打开盖子 果然听见了坤的叫声 秋跳下坑里 一大群老鼠涌了出来 神秘老妇 鼠婆突然出现 表示自己见过坤 他知道坤 是春从灵婆那里换来的 原来啊 好人死后变成鱼 归灵婆馆 坏人死后变成老鼠 归他馆 不知道有什么目的 鼠婆让老鼠们救出了坤 春的家已经不是坤能呆的地方了 春和秋只能将坤藏到一个隐秘的食堂 秋听见了棺木里的怪声 因一时好奇打开一看 不慎放出了双头毒蛇 蛇一出来就扑向了春 坤马上跳出来保护了春 秋也为了保护春与蛇一搏 虽然顺利的将蛇杀死 但也不幸被毒蛇咬中 春背着秋跑了好长一段路 来到了爷爷那里 爷爷诊断出 秋身中毒蛇剧毒 无药可解 但看见愧疚又难过的春 爷爷支开了它 自己用法力吸出了秋身上的毒 当晚秋奇迹般的痊愈 春不知道这是爷爷用自己的命换回来的 隔天早上爷爷已经奄奄一息 他安慰春不要自责 万物都有他的规律 他也知道春在做一件非常危险的事 他告诉春 自己会化作海棠树 和奶奶一起永远支持他 春的奶奶生前掌管白鸟 两年前死后花生一只凤凰 一直陪伴着爷爷 夏日飞霜 气候变了 众人预知大难即将来临 长老们开始怀疑起春 在春被教去问话之前 他将自己和林婆的交易告诉了秋 蜀婆暗中提醒秋 春的处境很危险 让秋把坤带到后山冰冻的河里 秋也害怕坤会连累春 听说了蜀婆的建议 放生了他 春知道秋把坤放走后很生气 他跳进河里寻找坤 不料被一股神秘力量弄晕过去 蜀婆趁机让老鼠偷走了坤的桃薰 醒来的春抓到了坤 在秋的帮助下 开始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 然而春不知道的是 秋背着他偷偷跑到了儒生楼 要学用自己的一半寿命 换回春的寿命 林婆告诉秋 涨价了 秋得用自己的一条命 换回春的半条性命 为了深爱之人 最终秋和林婆达成了协议 一段时间过去 坤长得很大了 孙恩也已经很久没回家 海使道观 显然的天发怒了 长老们是要除掉带来祸害的坤 蜀婆以坤的行踪和长老们交换条件 让自己可以重见天日 有了蜀婆的情报 长老们很快找到了春和坤 春间时不交出坤 却为了保护二人 偷了家族的龙王面具 强制运用法力开天 蜀婆顺势逃走到人间 坤却逃不出去 原来没有人间信物 是无法穿过海天之门的 这也是蜀婆 千方百计偷走桃薰的原因 洪水淹没了整个陆地 一些人甚至被洪水卷走 爷爷在冥冥中保护了春 然而坤则被继续攻击着 面对无助的春 爷爷化身的海棠树 召唤了化身凤凰的奶奶 奶奶带着春救了坤 春告诉前来追捕她的祝容 她不会放弃坤 因为坤的妹妹在人间等着她回去 祝容告诉春 与她同龄的亭木被洪水卷走 如今生死未卜 她的妹妹也在等她 春恍然大乌 因为自己的一意固形 全部人都为了她受苦受难 而如今自己犯下的错 不可能得到昌天的原谅 如今她想弥补 想挽救 但为时已晚 众人绝望地赶走了春 洪水之力早已超脱了他们能控制的范围 一看所有人就快被洪水卷走 春在心里默默想坤道别 随后她跳入海里 牺牲自己 将自己的生命赋予延延的海棠树 化作巨大无比的海棠补天 止住了倒灌的海水 也救出了所有困在水里的人 感应到春已死的坤没有离开 她来到大树旁 难过的摘下了属于春的海棠 游到了桥边 不料林婆一在那儿等待着坤 她旅行了之前和秋的约定复活了坤 只是复活后的春失去了法力 已经不再属于这里了 林婆告诉春 现在水路已经连接 只要坤一直向南走 就可以重回人间 知道自己快死的秋 像个没事人一样来到春的身边 她没有告诉春 她用自己的命换回了春的命 她问春 想不想和坤一起到人间生活 春没有回答 春夜 背对着春的秋 压抑着自己哭泣的声音 生怕惊动了春 她想拥抱春 但最终她没有破坏这份平静 四日 三人终于来到了水路连接处 一切终于要结束了 回想起过往种种 春含着眼泪 让坤快离开 天空中 坤长出了翅膀 变成了真正的大鱼 秋就要死了 他让春 拉住自己的手 他要送春 离开这里 让他和坤 一起到人间生活 他告诉春 他会化作人间的风雨 陪在春的身边 最终 坤和春 回到了人间 春夜作为人 过完了他的一生 片尾有个彩蛋 秋死后 灵魂被带回儒生楼 成为了灵婆的接班人 故事到这里 就结束了 有些事情 从一开始 就注定没有结果 尽管如此 仍会有人 愿意付出一切 去反抗 去挣扎 试图去争取一个 好的结局 故事里 春可以为了附和坤 不惜一切代价 他背叛了全世界 给所有人 带来了无可磨灭的灾难 映秋的灵婆所言 你遇见一个人 犯了一个错 你想弥补 想还清 到最后才发现 你根本 无力回天 整部电影中 秋 无疑是最让人 心痛的角色 他可以为了春的幸福 心甘情愿 为他做任何事 他傻吗 对 他很傻 自己能勇敢的 连命都不要了 却没有勇气 拥抱他一下 当时我想 只要他自私一点 或许就能在春的心里 留一席位 上天太健忘 有时候 会忘了给好人 一个好的结局 希望善良的人 都能有一个好的结果 这期影片 就到这里 喜欢我影片的YouTube朋友 欢迎点赞分享 以及点开订阅旁的铃铛 至于喜欢我影片的B站朋友 欢迎点赞 分享 投币 关注 周围博 我是魔女嘉二 我们下期见